小猫 大家好,我是小猫 大家好,我是小猫 欢迎来到小猫玩具屋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一分钟挑战 一分钟挑战就是要在一分钟之内完成很难的任务 我们今天要进行五轮 第一轮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豆子 我们要用吸管把豆子吸到我们的杯子里 然后这样的大豆子就是两分 然后这种扁扁的小豆子就是一分 那我们就来比一比 一分钟之内谁可以获得更多的分数呢 那我们就计时开始 累死我了 我还在喝的都没有了 但是我的豆子可能比你少一些 我们来查一查有多少分数 四分 六分 十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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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,这个差的也太多了吧 可能我肺活量比较好看看 我这里一共是 三十六分 我这里一共是 五十分 五十分 第二轮我要奋起直追 第二轮挑战的叫做乒乓球接力赛 对,我们要把乒乓球从第一个辈子 吃到最后一个辈子 这就算一次接力成功 对,我们要看看一分钟之内 可以完成几次接力呢 几时开始 这一次 我一次 可不可以加水 这一次 太难了 太难了 但是都只进了一次哦 对,所以打成平手 第三项是穿糖果的挑战 这个是一个橡皮糖和棉花糖的糖果串 我们要在一分钟之内拼出来一个一模一样的 哎哟 你挺快啊 第二 第三个是一个披萨 三 第四个是什么 是一个柠檬吗 第五个是个葡萄 哎 第四个是一个 要摆好 要摆好的 要摆得均匀才可以 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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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均匀 你要均匀 我要均匀 完了 机器赢了 机器比我坏 我们是什么鬼 机器赢了 耶 第四项呢 就是杯子叠叠高 对 我们在一分钟之内比拼 谁能把杯子落得更高 嗯 什么样的结构都可以 但是 谁高谁就胜出 嗯 好 那我们就计时开始咯 开始 底盘要稳一点 你高难了哟 哈哈 不要倒了 哈哈哈哈 我不想罗了 哈哈 弄弄弄弄 我不罗了 求求你不罗了 哎呀 别动 哎呀 别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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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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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的 和琪琪的高度在这里 我的和琪琪的高度在这里 琪琪其实她已经骗得很高了 就是最后一个倒掉了 全功尽弃 第五轮呢叫做脸部奥利奥大挑战 对 我们以前呢有五六块奥利奥 我们要把它放在脸颊上 然后保持平衡 让它自己掉到嘴里 嗯 所以里面去 对 不能有手 嗯 而且不能放在嘴巴附近哦 嗯 那计时开始嘛 嗯 这时候 呃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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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帅哥先上吧 我咯我咯 哇 掉了 掉了 再来 掉了 掉了 停止你的表演吧 不在这里 但是不在这里 我知道了一个 我知道了一个 今天的一分钟挑战呢 我得了2分 我得了几分 好像是4分 我得了4分 那就是我胜利了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 小柴知识点之乒乓球的由来 乒乓球是中国的国球 中国乒乓球队也是世界上最厉害的 但其实乒乓球起源于19世纪的英国 欧洲人热爱网球运动 但因为英国的天气经常夜雨绵绵 他们就将网球运动搬到室内 以餐桌作为赛场 慢慢发展出乒乓球运动